也就是为了要书解大医院的PCR人潮 中央有公布全台共190家诊所 也可以帮忙来检验PCR 其中呢在台北市是有20间诊所 但经过了实际询问 事实上只有7家可以来预约检验 甚至台北市长柯文哲还爆料了 说即便诊所可以来帮你检验PCR 但是因为量能不足 根本没有实验室可以验 就担心不少民众苦等 但是还是等不到结果 确诊拿不到药 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 诊所门口起报民众 这些通通都是快晒阳性来裁检PCR 不只电话超难打 现在也只能先排队等候 真的快内报 原先中央宣布 全台一百九十家诊所加入 当中台北有二十间 但却陆续爆出退场 或是根本还没准备好 只剩期间能够顺利预约 但就算预约了还不见得 等得到检验报告 没实验室可验加上系统状况连连 找不到实验室帮验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就痛批诊所做了六十几个PCR 全都有症状 但通通没办法验 甚至医美诊所还不会使用法传系统 开枪中央 没准备好就宣布 SOP讲不出来根本都是屁话 就怕民众苦等不到结果 真的确诊措施黄金治疗时间 政策匆匆上路 诊所人力本就不够 还有各种难关 来不及因应被骂爆 干脆悄悄退场 中央拼分担大医院量人之余 相关SOP根本没做好 不仅积累民怨 更苦了第一线诊所人员 记者王嘉倩 黄教维台北市长报道 太严格 但是对此呢 就有医生提醒了 其实抗病毒可服药 是有不少禁忌的 像是辉瑞可服药 不能够和十种药物来共用 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 SOP太严格 而且当时那个药 基本上是等于是 这个主要中心在管控 如果家属药 进行国北 那也是他 的确是有这个权限 老同学染疫身亡 前台南县长苏盼智 脸书直指 就是因为抗病毒 口服药SOP太严格 怒批是中央害的 这论调和台北市长 柯文哲如出一策 昨天才论文才刚读 下降到85% 89%左右 那对绕组上标准 那有吃的那一组 那个需要注印跟死亡 会下降到八十几% 前一天才警告中央 只开放PCR确诊者领药 恐怕会死很多人 柯文哲喊话快筛羊 就该开放领药 但指挥中心也提醒 用药还需要医师评估 因为像是辉瑞口服药 就不能和十大类药物共用 心血管 抗癌药等等 都可能会有交互作用 另一款莫娜皮拉韦 也不建议孕妇服用 判例为中重症的高风险因子的人 他有确诊的时候 在他还是轻症 还没有发生氧气需求的时候 才能够去做使用 这时候民众也不需要说 他一直想要祈求这样的药物 因为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补药 快筛羊只是取代那PCR 羊的那个 或者在磷床上使用 人家讲A 他就故意去讲B 来捆咬四听 行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这样 那是我们医界在沟通的话 但柯文哲前一天还指控医界 被健保署控制 健保署也发出声明 强调武汉肺炎口服药 并不是健保给付药品 无关健保署全责 快筛羊到口服药 柯文哲医疗背景态度很硬 不打算停火 继续炮打中央 最综合报道